哎呀 下影子 我有点慰藉 好妙子 哎 哎 怎么 你在流氓干嘛呢 怎么干嘛 你在这里干嘛呢 你干嘛看我弄电话 你这个流氓 哎呀 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我没有看到你啊 哎呦 这个流氓 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哎呀 什么解释 哎呀 讨古 表哥 哎呀 老婆 追到你家了 他 误会我说 我偷看他 哎 小便 我刚才不是来你家的时候 在那个香蕉树香案里嘛 有点累积 我就说方便一下 他这人偷看我 这个流氓 那批香蕉树 是我表哥查的 他经常在他打理 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表哥是老实人 不会是有事情的 就是 全村的都知道我最老实的了 本来 我就想介绍给我表哥他人老实 忠诚可靠 哎呀 老中心 你见到这什么人啊 人品这么差的 我不喜欢 哎呀 你说清楚啊 我人品是好的 你不要到处拜外我的名声啊 哎呀 表哥 既然人家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人 哎呀 那考虑一下吧 不用考虑了 都说不喜欢了 那我先走了 哎 表哥 哎呀 哎呀 看不上 也不用那么踩啊 是不是 既然来了 哎 出去逛一下吧 等下我再点那个土豆产给你 土豆产啊 是啊 哎呀 那个老五 你看你们那边 怎么那么大的工程啊 那个啊 那个是我们隔壁村 那里已经蒸烧了 人家开城旅游景点 还有那个 啊 北宋 这样啊 是啊 那不是很快就到你们村啦 差不多了嘛 应该 看见那个村外会整天开会 啊 东窗 西窗了 到每个家家公屋里面 看事情 应该快 所以说 哎 到我那里啊 反正刚才我表哥 我表哥那个 舅妈 等舅舅 就准备了 饭菜了 到了到这里了 你们去吃饭 你看老人家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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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老同学在饭菜 要说 你们去用草药 因为你不喜欢用草药 那那好的 那就去看一下 我跟你说啊 何必村啊 每个人 五百万 对啊 所以说 特别村了 基本的年轻人都解放了 生小孩都生小孩 那那去我 乖 乖 乖 行吧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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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来去 哎呀 到了到这里了 是不是 来吃个饭 这是你堂 乖 乖 咦 这有个材负哦 哦 你们村也要拆了 我们村 在规划当中 我跟你说 那个村委会天天开会 估计也快成了 嘿 这个也是村委会 嘿 怎么吃饭的也不知道 那也像你们隔壁村你说的那样子 五百万一个啊 对啊 你叫出来吧 来来来 这个人口一多就得一多 是啊 隔壁村有一个 十八个人口的 直接领了几千万 哇 请 隔壁 嗨 可以啊 嗨 老五啊 这个美女啊 她又说到你家 来都来了 又给个面子我 看看你父母 刚才又说不喜欢 我都 刚好准备好那个饭菜了 她说不喜欢 我老爸老妈也出去了 刚才是个误会 刚才我跟她聊清楚了 原来你那香蕉那树 你现在点那个香蕉树 看真相 报那个每棵树 的数量 给村委会是吗 是啊 她村委会 昨天晚上开会不是说 哎 香蕉树也可以赔偿了吗 啊 所以说嘛 都知道她两个在 你们两个在那里 误会了 嘿 你看一下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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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对啊 那 误会解开了 那 你不是就说嫌我老吗 哎呀 这个 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 怎么会嫌你老呢 我家里你看有马车头而已 又不是什么瓶瓶房 又没有车哦 表哥啊 我这个同学 他不是钱贫爱富的人 跟你说 他只要找一个老老实实的 轻轻坚坚都可以了 是不是 是啊 我是看着你老实 我不是看着你的钱 知道吗 这样子啊 对 哎 哎 你 刚才有个没有演员 我觉得他蛮老实的 蛮诚恳的 刚才听你说的 哎 既然你喜欢他 对他有什么吗 我没有什么要求啊 他喜欢我就行了 我也挺喜欢他的 既然这样吧 那你们都不如今天 再把这个事递下来 假如明天拆迁 不是多五百万吗 如果是明年拆迁的话 你们有少孩子 还又多五百万 哎呀 何乐不为 就 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同学啊 人老实 可靠 跟我又拆迁了 有钱了 是不是 不是 你不拆 拆谁 听我来 表哥 他跟我说了 他非常喜欢你 想跟你今天 就去县城里面 玩一下 增下一个感情 明天把那个烏火部 把结婚针办了 这么快啊 真是 幸福来得太出牙了吧 那走吧 有没有这样子吗 你把那个腹口带上 哎 那我 早就带上了 我垂身带的 因为 都是 你带路上 我能走一下门 出去 那那我就好 哎 终于托朗了 你一定要 一定要 非常好啊 我肯定 抓紧时间 真的 你跑出去 你关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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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好 好 好